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一般我不习惯戴眼镜 但是真正就迎着阳光 非常赤眼的时候也要戴上这个偏光镜 那么这种戴偏光镜呢 通常适用于清晨迎着阳光开车 或者是夕阳西下的时候迎着阳光开车 以及在高原地区 高原地区啊 这个指外性更强 容易伤到眼睛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在北方地区经常下雪 有的时候啊 白雪矮矮的一片 这个时候啊 路面上的白雪啊 反光 会对驾驶员的眼睛造成伤害 有这样一些驾驶环境 需要戴好偏光镜 接近光线比较暗的区域 比如说隧道 我们车刚一进隧道 马上摘掉偏光镜 这样暗适应的周期就很短 那么等通过隧道之后 马上要进入光线明亮的地方 再戴好偏光镜 明适应的周期就很短 就不会对驾驶员的视线造成影响 那么比如说前面 我们遇到隧道了 那么我们现在戴的偏光镜啊 感觉是光线比较暗的 但是呢 进入隧道了会更暗 然后进入黑暗的地方之前 摘掉偏光镜 我们很快就可以适应这个 光线比较暗的这个环境 好我们看一下 前面又要进入光线比较明亮的地方了 这个时候我们进入光线明亮之前呢 提前戴好偏光镜 这样明适应的周期就很短 不然进到光线明亮的地方 突然感到黄雅 好这一期我们介绍了 怎样使用偏光镜 这里是超音交开车 我是驾驶培训师超音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